短暂汆烫后 口腔瞬间感受到的滑 加上牙齿发力后的爽脆 让人上瘾 除此之外 鸭肠 蒸花 号儿鱼 午餐肉等平民食材 都在重庆火锅中相逢 并化腐朽为神奇 一般相信 现代的火锅 最初是随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 并催生出不同的形式 北京的涮肉火锅 羊肉细薄如纸 吃的是嫩